一、二、三、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健康好實在 漂亮啦 我們現在煮一個這個 番茄的燕麥粥 番茄的燕麥粥 對 做法很稀釋的感覺 但是因為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今天用燕麥來帶點這個 對啊 這個飯 番茄我們就把它用一顆了 一顆番茄 一顆番茄 要打 對,把它打成碎比較好吸收 洋蔥 洋蔥放進來 洋蔥也要打 這好方便喔 這樣就把它撕碎 打到像沙沙醬的那種程度 也不要打太細 你在做燕麥的時候 是不是直接熱水沖進去 對啊,不然呢 我要炒燕麥 炒燕麥 好妙 那你還加油耶 那不會太多嗎 不會 甘藥油不會 甘藥油還好啦 甘藥油比較健康 甘藥油算是好的油吧 它算是好的油 炒過之後 它的香氣比較多 那你為什麼不甘炒 甘炒,沒有啦 因為甘藥油它油香味比較油 對,因為它是吃鹹的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好奇燕麥炒起來是什麼味道 會不會像爆米花呢 香氣會比較油吧 跟我們在 甘藥油香的味道 會是一樣的嗎 對 所以你沒有試過炒的燕麥 從來沒有 剛剛也沒聽過 我喜歡現在的味道 又比較焦的味道 現在 到底看它更香 有沒有 烤麵包的那種 對,烤麵包 對,像這樣子 它那個香氣一出來 待會兒再煮的時候 那個吃起來就會特別有口感 不要說每次吃都這樣 好像平淡無味 對 但是我們也並沒有說過度烹調它 好,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些 把它放進去 洋蔥跟番茄 水沖進來 吃飯 懂之 不要一次把 把這個 水全部沖進去 因為燕麥它會脹 所以你稍微等一下 等它稍微煮這樣子 差不多要煮到15分鐘 15分鐘嗎 對,讓燕麥完全脹開 然後讓這個 因為你這個 番茄跟洋蔥味道如果沒有煮出來 它的甜度不好 所以你就稍微把它火關 稍微小一點點 然後蓋子蓋起來 那個大概15分鐘 15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做調味 我這邊還有雞肉 還有香菜 還有蛋 還有番茄醬 甚至大蒜 大蒜可以現在放了 那會不會你那時候 如果番茄跟洋蔥有下去炒過 會不會更甜 有啦 可是因為我沒有太 要過度的去烹調它 我只要把它放進去 那因為這個也比較簡單 就不用花時間去炒它 好幾個鍋子 不然你說剛剛的燕麥醬 我要把番茄再放進來 然後再炒 太費時間 現在煮個大概10到15分鐘 好不好 我們馬上回來 好 差不多 差不多10分鐘了 然後它就會漲大了 我們開始就把這個雞肉放進來 你剛剛放下去 一點點的燕麥變這麼多 對 都膨脹了 對 那你也不需要加什麼雞湯 因為你把它放進來之後 這個雞肉 它的甜度一旦煮熟 釋放出來 湯就夠甜了 這個粥來說 我覺得應該比白米飯來得好 會好很多 因為裡面有個 沒有 蒲聚糖 它裡面是那個 格格醜醜的那個部分 那個分就可以直接 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是 那像糖尿病的人 不是澱粉可能收不能太多 就變成說我們就 如果說他不吃麵有沒有 我們就盡量 以類似像燕麥的東西 雜糧 去取代白米飯 所以我們經常講說 白米飯是給病人吃的 我們正常人吃那些 有亂七八糟顏色的東西 像麥片 五穀 糙米 那些都是OK的 是 白米飯是給病人吃的嗎 不知不覺我吃了四十幾年來 是啊 我們補一點點番茄醬 就一匙就好了 只是增加它的這個 色澤跟它的厚度 對 然後蛋 怎麼樣 OK嗎 OK 非常好 蛋真迷人 第一次看過 對啊 第一次看到燕麥是這樣煮的 妳可以試試看 胡椒 來一點胡椒 好像濃湯 好像濃湯 然後再把香菜放上 好 台灣的香氣就比較優 是 那妳如果說妳要吃中式的 剛剛的燕麥就加香油下去炒 那妳如果是西式的話 我們剛剛是放在橄欖油 橄欖油 對 那妳可以再補一點點 胡椒 胡椒 那因為是醬膽固醇 所以我就沒有放氣質 不然放氣質也很好吃 好 試試看 加油 好厲害 來 試試看 是的 好玩 用這個燕麥煮的湯 這個吃完會很有飽足感耶 對啊 超多了種 紅還沒有遇過 沒有試過這樣的味道 妳想到燕麥煮鹹還滿好吃的 對 我覺得鹹的比較好吃耶 不夠甜的好吃 好玩喔 好玩喔 健康好實在 漂亮啦 漂亮啦